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信 我们继续讲那个这个善法爆满论 就是扎克伦伯奇造的那个善法爆满论 今天呢就是43月开始吧 以心抉择就是用这个信来抉择吧 就是下面有一些问题应该用自己的这个信来抉择 有人想如果自己即没有维护世主 世主当人的勤勉外出本朴殉朝 也未曾从从事大寡等 克什如当地的人们勤眼目睹了某位修行人的文种 赐酒暗族自主少义等功德 便懈怠仪式赖到他的面前来供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随便介绍没有什么不良的后果吧 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吧 意思就是说如果自己呢也没有特意到外面去 这个护世世主的勤勉 然后呢也没有做什么这个大瓜酸鸣当当就是这些事情 但是呢当地的这些人们呢 你这个修行人坐在山上已经住了很长时间 而且呢你的这个秀子各方面也是赐酒文骨自主少欲的 他们看到了很多你的功德以后呢就是自然而然带了许多的这个财物吧 就许多的财物然后呢就是来这个供养 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们这个结束法还是不结束 因为你自己呢就根本没有对外面这个联系 你自己呢就是老老实实的住在无名佛学院已经纪念了 然后人家都觉得你这个人还是修行都是不错了 就是已经这个勿奴念了十几年了没有能离开 然后两三个月都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看法不知道 但有些居士的话呢就是反正这个在基金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他们也是对此增信心 那么他们呢自愿的这样供养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接触呢 这也是个问题吧 很多这个修行人呢别人这个自愿的没有特意去花园 也没有做各种各样非法的事情 但是呢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很重要 作为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话是有些趋势不知道 这一点也需要观察自信 就是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你接触财物啊 很多事情呢你要这个观察自己的心 如果自己对所有的苗语利养供养赞叹党 都能做如幻如梦如幻自想 毫无贪图事件之行 那就可以结束供养与爱丹 这一点是可以的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很多人呢可能有些人呢真正有这样的 就是对这个别人的这种财物啊利养啊赞叹啊 就这些都是没有就是太大的执着 你得到的话呢就是随随可去 然后你没有得到的话呢也没有什么这个上心的 所以呢想得到这样境界的人 也就是说是就是你对这个所有的财物啊 他呃什么这个名为利养这些地位啊 当然都不是看得很重的 就都想好像这个如梦如幻当中一样 就觉得是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利益吧 就是没有很大的利益 这个爱战和恭敬就是这一点没有任何过失的 所以大家呢就是这个人不记得 我觉得这种这个回答呢还是很好的 就是平时呢有我们这个观察自己的性 就是我们对这个事物啊财物啊特别特别贪着的话呢 那就你的这个性不清净了 然后你对这个为了就是为维护自己的这个身体 就是除此以外的话呢 对这个财物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多少的谈者 就得也可以不得也可以 那这种新的状态的话呢 啊这样的这个状态的话呢 你就可以这个接触的意思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应该这个记住 然而我们这些 当然这个人不切的意思呢 就是说那个我们这些人的话呢 就是可能恐怕有点困难吧 就是全部就是真的如幻如梦的 可能有点困难 因为我们的这个吸气非常严重的意思 然而我们这些人从无始以来对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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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佩服供警 离养凤侯 穷舍 寄予对我们这些人来说 显然是修辞妙法的一大违缘 因此赵克战伯奇的意思呢 真正没有一点执着的话都是可以 可是我们无始以来的吸气非常严重 然后对于这个事件的财务啊 贪业啊这些的话呢 就像是干渴之人银铜烟碎一样的 就是无有严重 这样以后的话呢 就是你如果受到了一些别人的供给啊 丰厚的力量啊 这个时候呢 就可能是有点困难 就是因此最好呢 就是也不要有很多的这种这个 啊 财源吧 不然的话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很好的这个修行人 然后越来越你的这个财富丰富的时候 首先呢 可能自己也比较注意 就是各方面处理的也是比较入法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时间也就是长 就是时间也过得很 就是聚而聚之的话呢 就可能你的这种这个吸气呢 就是也很难以盖成 因此呢 最好是就是不要这个接受这些 不然的话 你这个呃 财源棍棍的话呢 就是对你的这个修行来说是 也是一大这个违缘 就这个意思 一般修行人在最初的社和读是说 我要众神住在寂静处 而与伤侍同修道友和母相处 也没有任何始祖当来前往 嗯 来这个前来探望啊 就是前来探望 心情暗乐 就是很多修行人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地法院也是很简单的 我一直纵使没有成就之前擦来也是不离开的 但有些人的这个心情呢 就是真的那个有点就是靠谱住的 就是今天像一个 明天像一个 当中有一种说法是完成睡觉时候的这个想法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是没有的 就很多人正是这样的 不要说是这个长期住在寂静的地方 就是今天呢 我这个修词的就好像不理上 是我要这个住很长时间的 昨前天都是有一个辣妈 到我那里来就是就是很悲痛的这个坑勤 说是我要卖一个房子 就是能不能给我想尽办法 就是借一点钱 然后看到他很可怜 唯一想尽办法就是通过很多这个手段呢 就是给他借了一点钱 然后昨天有在我的门口上站着的 然后他说呢 说说我现在我不想住了 就是这个房子那个还给你好 还是是怎么办 说我说你把我的钱就是拿到哪儿去了 他说现在没有已经卖房子了 那我说是你是真正的这个强盗 就是我就把门灌了就回来了 真的有些心情不稳定 就是心情不稳定的话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要众生要这个一直寂静的地方 然后跟上师们一起这个修词 还有那个后目相处啊 就这时候还是可以的 就是这时候按理来说的话 很多人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的 就任何这个世主前来的谈望也是没有的 心情也比较快乐的 独自一人住在一处寂静的山上中 首先是和谁也不相处 师父还过得很好 就首先呢 就好像对谁也不相处啊 就是你刚这个发心 刚出家的时候呢 就觉得是自己生活也是很清净的 确实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以前我都这个我们这个很多人 刚来的时候的话 还是那个生活是比较贫穷 但是当时这个心底很好啊 结果呢 现在这个解读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过我自己看了就好人当中也 我说我本人的话也坏人 这个坏人当中也好人吧 就是现在始终是这个自己对三宝和间接啊 就这些没有什么受到这个变化 就是越来越这个稳固 越来越这个增加信心 就是这一点呢 可以保证啊 就虽然跟这个接触的人多啊 有时候事情比较多啊 就这方面 但是呃 刚来的时候和现在看起来 当时呢 有很多事情都是比较 有一点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就是做很多事情是比较麻烦的 现在的话呢 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和间接 和有些方面呢 就是可能就稍微这个更加稳固 但有些人也并不是这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要一辈子坐在寂静的地方 对谁也不接触 还生活呢 就是过得可以的 据而据之 简简的施主 以及熟悉的人越来越多 在施主面前 呃 鼓 鼓起庆棉 虚伪较诈党 通过事件法 就是在施主面前呢 就是也依靠各种各样的 这个护士他的庆棉啊 就是虚伪较诈党的各种手段 以及 警惨父子将近做法当初事件的 无法罢门的欺骗手段 取得力量共警 呃 如此心呃 如此而心之人 必必见识 谁处可见 这一天大家都记得吧 刚开始的时候的 这岛学院呢 在寂静的地方开始 将近做法 经济修策 到满满以后呢 就开始这个跟施主面前就是沟通 就以各种这个事件法的手法来 也是欺骗他们 以这个或者是这个经常佛事啊 或者将近做法等等 以各种各样无法罢门的手段来 呃 就开始欺骗这些人呢 那么这种这个人呢 呃 在如今这个世代当中的话 这比例解释非常多的吧 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书仙来为通道上师所串属的教言 至义 为什么是他们是这样呢 因为他们呢 来到上师面前 根本没有通到上师的教言 如果上师的这个眼角呢 一一的是身体离心的话呢 肯定就是不会导致这种后果 但很多人呢 就是来到这个上师面前的话 光是在那里混事件 就是根本没有通到上师的教语 其次相续中没有断除对 呃 呃 呃 苗语的强烈探执 就是在自己相续当中的对这些财富啊 人啊 就是这些的探执根本没有断除 于是便如己色刻 云不满足的 引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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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是 呃 有时候是苗语 我相信是苗语的话 就于苗出来了 于苗的话呢 就苗语出来了 不过这些课是可以用的 就是有时候 我相信是可能我苗语都错了 就是于苗的时候 就于苗出来 苗语和于苗都可以 可是可以说 就是 呃 这个于苗命理定位等 呃 先明的毒水 就是他就这个呃 什么这个书记时刻的 就开始一跌一不满足的 开始喝那个呃 这个名为名养的这些毒水吧 就是这样的这个像素 就是名为名养 就逐渐逐渐呢 因为自己的相续当中 根本没有断除弹息 然后呢 就开始呃 到外面去就是享用这些这个毒水 呃 出城呃 出城大厨 这种修行人 连自己的名称也是已经丢失了 啊 大家都知道自己本来是一种这个修行人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这个修行人 自己这个当地求学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如理如法的新闻呢 完全都就是抛之老虎了 这这种现象的话呢 也是值得 还是令人很遗憾的就是大家呢 呃 我们都不愿意就是就看到这样的这个下场 就所有的呃 这个修行人的话呢 应该反省自己就是自己好好的现在发誓言 呃 就是一般来说这个不理这个上师 另一方面呢就是呃 这一辈子当中我昨天扎开人不去不是说 那即使我已经这个东降而死的话呢 还是不做这个这些非法的这个事情 那就这样想的话呢 以三宝的价值 你根本不会在你的生活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困难的 因此呃 大家呢就是应该发这样的誓言 不然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们有些人呢 刚出家 刚开始的时候的有些行为的话 是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 有些人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激动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 他磕他兔的时候都是把兔的已经这个川普了 就是就好像觉得是把这个什么事情都是要马上要到城 就昨天有呃 中国的时候是有一个年轻的人到我那里来说 说我马上要到城 就像是你给我穿一个迷信奸行的发誓的 而不知道我这个心情还是很不好的 我说你听了这二元门前行没有 你现在那个去五十万奸行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就是这个臣服呢 就并不是好像尝试给你打针一样就马上就就就就 就已经这个万事了 就不是这样的 就是所以说呢 啊你们很多人呢 当然是我也理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人的这个心呢就是不稳固有激动 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出家的 就像跟现在的威武这个轮的有些学者一样的 就是根本不会这个 但是你这个因为心一定激动一方面是好的 就是你还是对这个佛生起信心 但另一方面的话呢 你这种也是不稳固 今天绝对是这个称呼呢很简单的马上要到 明天呢好像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马上这个色气就是夹杀挂在这个树叶上就泡了 就是会有这种现象的 因此呢 我们这个心心一定要稳固 就是不要认为是这个修行年一两天的事情 一两年的事情 并不是这样的 有些个别高僧大德来说是当然是成就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我们无始以来的袭击非常严重 因此大家应该以次第型的修制正法是很重要的 那么他的下层呢就是比世间人还惨同 何时呢就是将堕入地狱中 就是将堕入地狱中 这是我们这个呃对这个余妙就是这样这个结束或者是呃这个享用的这个问题呢已经讲完了 下面呢就是将这个一致上师的方式呢就是首先是不理上师 对于修行人来说 暂时究竟的一切功德之源全就是上师 大科系不多啊是这样说的 舍弃一切窍诀的基础就是不舍弃殊胜的善知识 我们这个要得到一切窍诀的话呢 首先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不舍弃善知识 就是舍弃这个善知识的话呢呢 即生当中没有这个呃没有这个 从喀巴大师的上师五十生当中也讲了 呃这个五个光尊哉的什么那个 呃大圆满心心修习大师讲那个实验部分的时候也一定说了 就是如果有些人呢真正这个舍弃上师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身后义全部舍弃上师的话呢 今天即生当中呢就是根本就是得不到任何这个果报 啊就任何这个善取的果就不要说是解脱 所以呢首先呢就是应该知道是这个一致这个如理如实的一致善知识啊 就是舍弃一切窍诀的基础就是不利不舍弃善知识 因此我们必须做到呃如影随行般一致 一刹那间也不离开上师 这个歌系友是这样说的啊就大家呢应该呃这个一致上师呢 不是一两天一两年的时间呢 应该就是就像以前那个高僧大德们 就是一致了这个十几年二十几年 应该有这么样的时间 不然的话呢一两天的时间当中呢就是根本不可能 把上师的这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功德自己得到 呃所以上师的那个相续当中的很多功德的话呢 经过长期经过酷刑经过静静以后呢就是才才得到的 所以呢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说到的事情 如果不离开上师 很是最损呢 那么此人也拥有了一切佛法 你看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 佛多瓦格西他说的是不离开上师 而且呢很是这个最损上师 这样的话是这个人呢就是获得一切这个佛法 当然这个上师呢具有法相的 不然的话是一种名义上的这个上师 就是连他自己也是大圆满前行 或者是入菩萨行能的不解释 不重视的这样的一种上师 这叫做不是具有法相的上师 这是名相上的上师啊 就是名相上的上师 那么这样的名相上的上师 整天都是给他做饭 就是可能做呃七八十年的话呢 你的相续当中是 也许是他有一个遗传加持的话呢 就是我们不敢说就是 除了这个意外的话呢 一般来说就是可能教理上是很困难的 因此呢呃大家还是这个很多 很多上师都这个上师都已经讲了这个他的法相吧 就是讲了这个法相 就是应该是个具足法相的这个上师呢 一直是非常重要 以此而言呢我们必须很少不理上师 可是我们中的有些人呢 呃就是我是这样想的 那个扎克山法报道论的话呢 呃就特别就是相和我的课文 就是然后呢很相和我的根基 就是就我想是就是他每一句呢 就是全部就是点点的入到我的这个信件 就是啊 那当时那个扎克仁波切的我们这里的有些人的时候呢 我就我就马上就念想到是我们这里的有些人 然后呢扎克仁波切呢 还是脱脱到位呢 就是我对呃这个善法呢就是呃怎么讲呢 就是好像每一句都是觉得真正已经写照了 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情景就是 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好人啊 坏人啊 或者是有些很关键的问题的话就确实这样 因为扎克仁波切也是他就摄搜了这个很多的弟子 就是蓝宗逸宗都已经这个摄搜了 而且他的这个摄搜过程当中也是看到很多这个弟子的不如法的这个行为 这一点也是实际上是他通过一辈子的这种这个经验吧 就是经验就是终结的一个善法 就是我觉得这个呢 啊大家我们这个尤其是现在当今时代的很多人的这个心和行为呢 非常相应啊 就是很多这个人的这个毛病呢 就这里也已经说出来 就是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也也说得非常清楚 本来是那个上师呢就是不能离开的 然后扎克仁波切是可是我们有些人 我们中的有些人最初在上师前 这得零零星星的传承呢 马上啊口出旷言说 啊我要去寂静的圣扇呢 就是在上师面前可能得一两天呢 或者得几个月啊 或者一两年呢 就得了一点这个零零星星的 他可能也就得的传承也不完整 就是只不过是这个法师已经很高发啊 就然后就他听了一件简单的传承以后呢 就开始这个说说我要他这个寂静提方去修行呢 其实他根本不能独立自主修行呢 呃呃 缺一挂心啊 就是缺一固心 这种现象也是是极为普遍的 就确实这个现象还是非常这个普遍的 呃 现在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这样的 上师如意吧 为什么是一直这个在监狱一来的话 有些人呢 就是要这个离开学院 就是三自在寂静地方去修寺的话呢 就是上师的这个呃 就根本上呢 就根本不通意啊 你去都也可以去 但是他从这个语气啊 从各方面讲是也不同意 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在座的人呢 呃都那个上师呢 呃 就要求大家应该这个先好好的问死去 尤其在进阁道友中间呢 就是不要这个离开 就是经常是这样讲的 所以这里这个人不解议 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本来有些人呢 就认为是好像到一点点窍诀 就是到一两年以后呢 马上到寂静的地方去这个度修 其实呢 就是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度力自主 我们这里的有些人也是 说的是说的 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了 就是然后给上师扭个字条啊 或者是我要到这个终身都不回来 我坐在什么什么寂静的地方啊 结果没有两天都是在城市里面 就是我说不可能啊 这个人不是在这个激进的事呢 怎么会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啊 你们在这个学院里面的某某上师 说是在学院里面待了很长时间 就是是在这里来弘法逆生 方神操读众生等等 呃确实不能独立自主的啊 就不能独立 因此呢就是上师如意宝也是 经常要求大家在这个激进的地方 跟金刚道友一起这个闻死修行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就是这个敲击还没有去见 之前马上到别的地方去 就这种我现象是不合理的 上师健在气间呢 我们这些促学者 应当像言语中说说的 呃孩子那座母亲的意境啊 一瞬间也不离开上师啊 就这个比喻的话 这下面也可能也有这个解释的 就上师健在的时候呢 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这些都是这个促学对吧 就是还没有就是得地的 还没有就是得到真正的境界稳固 没有这个稳固的境界 这样的话呢 就像这个言语当中这个 说说的有样子 孩子呢就是拿着这个母亲的意境啊 就拿着母亲的意境呢 意境大家应该知道吧 就是寒庄里面就是比较少 但那个藏庄的这个 胸前的那个衣服 这个呢就是就称为是那个意境 呃就是藏地呢 一般就有这个外意境和内意境吧 因为藏庄上面就是很好 表示就是他这在里面的呢 就是叫做是内意境 然后外面的呢就是呃 叫那个外意境 但不管什么 这个叫做是意境吧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小孩的话呢 就是拿着这个母亲的意境 意思就是说是 在这个稀稀嚷嚷的人游当中的话呢 呃如果那个孩子呢 就是不能自己离开母亲 但是孩子呢 一定要紧紧地抓住这个母亲的这个衣裳 不然的话呢 一会儿就啊 就个人很多吧 就是如果这个呃 就是他就放放了一会儿的话呢 就是这个小孩呢 就是已经迷失了 迷失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找到母亲的话呢 那在他的这个呃 即使呢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出路 而就这一点呢 大家都非常这个清楚 因此即使说呢 上世健在的之后呢 你这个小孩呢 最好的是还是不要离开这个上世 就是一定要紧紧地抓住上世的这个衣裳 如果你想不乱的话呢 你现在认为是自己的 是有度你自主的能力 但是你真正到达这个呃 这个城市或者是人群当中的话呢 你还没有这个成长 你还没有这个呃 这个智力 就因此呢 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小孩子们的话呢 最好的是紧紧地抓住这个 上世如意宝老母亲的这个医生 还是抓住 真的小孩离开父母的时候 还是很可怜的 昨天我们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上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小孩子 就是他就那个掉了那个母亲 就是他一直大声地就便哭便骂骂骂骂 就是在那边那个极乐法会 我的当时想是那个极乐法会 呃 这个人也多 真的有点担心就是 当时自然而然地想起来 赵哥伦伯切的这个避语吧 就是孩子呢 就是离开母亲真的很可怜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修行人的话呢 上世健在的时候 最好呢 就是好好地抓住上世的衣裳 一刹那也不要离开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样的呃 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样必要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整天都是本人 那离开上世到底有什么样的必要呢 必要呢 呃 第一 通过闻思教言可以断除这个正义 就是在上世面前 待的时间很长的话 通过闻思断言呢 对佛法方面的很多的正义 疑惑就是都就能断除的 这个正义呢 一般来疑惑的意思 就是专用名词 呃 第二言行句子 庄严若法 不妨疑 在上世道运面前的话呢 就自己的行为也是庄严 就是不妨疑 呃 呃 长久一直上世可便对所有好的平 呃 平德艳行度一情二足 要如智障 随随上世极为重要 就如果 跟上世一着的时间长的话呢 那自然而然就得很多上世的这个 善良的这种德行 就是这一点呢 呃 就很容易的 我们在 呃 随其上世的过程中 尽力做到情景 请清心挂语 呃 不为 欲网所老 呃 追踪到道 呃 像日夜运行那样 逍遥自在 呃 诸有身善尽处的境界时 不固定住也一处 呃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上世在的之后 能好好地移植上世 就是过知足烧鱼 最后呢 呃 就是到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呢 就像是这个日夜呢 就是自在逍遥一样 在虚空当中 可以自在自在云游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到处在这个 激进的这个圣山呢 就是可以 有点就是 不不固定就是 住在一个地方 也不要说是这个地方 是我的地方 而 自为我所 像耶稣一样 对任何地方 毫无探知 呃 呃 这种境界我们还没有到的 这个人不记得下面也是把这个问题 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本来呢 就是在很多佛经当中也说是 修行人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自己呢 就是像这个日夜一般的 就是自由自在的逍遥 自由自在的这个运行 在这个各个山上里面就是可以去 不能住在一个地方 可是呢 现在你这种这个稳固的境界没有得到之前呢 你就不能乱跑 不然要乱跑的话呢 你原来都是像是像耶稣一样的 结果呢 就是耶稣没有两天都是在山上待不住的 就是没有一点境界和没有一点修持的话呢 你光是想就听到一个激进山的功德 然后你坐在那个激进山的时候的话呢 你可能一两天还算是可以的 然后呢两三天以后天天都是在杀乎乎的坐着呢 你就可能有点这个困难的 然后没有过几天就开始跑了 就是我们有些人的时候 自己没有得到经济的时候呢 就是像那个在这里三四年就是 已经是给其他金刚道友也说了 然后自己也是发现三四年 结果是那个三四个月都是待不住 就是哎住在哪里还是很困难的 然后呢就回来了我在那里不想拜 就是身体不太好啊 就是也有这种现象 所以说呢 首先最好不要这个像离开上师啊 最初一致上师 在上师前安住之时 要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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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师之心态共情一致 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不能三自作主 也要精尊四言 一切唯一十分壮重 在上师面前都应该这样 而且把上师呢 就是应该看作这个父那样 如果你父的这种心情没有的话呢 就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善子 就是这样来对的 一切所作所为呢 就是不能三自作主 所有事情均需要亲吻上师 任何一件事都不可以自作助长 曹水二行 做什么一致上师过程当中这样 这样的话呢有什么样的 一方面是有这个很大的功能 另一方面呢就是自己的行为就是 不会这个与政法被道而治 如此一来自己的所作所为均成了一教奉行 功德利益很大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比如说你的这个所作所为呢 通过上师开训 通过上师那个就是 就是这个开训啊 或者这样做的话呢 你做的本来是自己的事情 但是呢就是 为这个上师做事情一样 就是有很大的功德 就是这个意思 并也可以将以往所造的一切罪业细节尽数 自己的三门一切所为 不至于放荡无毒 也不会重新累积 身与意志罪业 因此说 一教风行的意义 各为重要 我们的一切行为 即不能违约上师的眼角 有要与同修道友们 十种持久和谋相处 依照假行中所说的 在上师面前听说 包括道次第 道次第修行 当自己所释修的法门 再来的一切教书 就是我们这个 经常呢就是跟金刚道友和和母相处 就是应该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有关假行当中 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在上师面前呢就是有关这个 修行这个次第方面的这些修法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得到 必须像迷风相处 花蜜的甜美味道一样 以文色端处正义坏仪 就是一定要这个 迷风呢就是在这个 华座里面相处的时候 他就精进一乐的这个相处美味 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文色讯息呢 应该这个端处这个自己的 无始以来的这个心里存在的坏仪啊 依活啊 正义啊等等就是 这些呢就是应该端处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下面呢就是讲那个精简上师 就第一个呢就是不要离开上师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要见上师的时候是怎么样对的 就这一点也是大家值得重视 值得需要这个重视的 如果自己有这个教言上的疑问 要清教或者呢就是有事情汇报 需要进见上师前呢 就必须搞清楚上师师父是在白忙当中 或者呢就是师父心情愉意 在上师有钱自在 心情愉意 心情愉意是可以欠去逃脚 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有些事情要造上师啊 或者见上师的话呢 你应该首先要考虑 是不是上师在特别猛 或者呢就是上师的这个心情不太好 这一点一定要关注 如果你觉得这个上师就是现在也不太猛啊 像这个空险没有什么事情做一样 就是整天在那边这个摄太阳了 就这样 或者呢心情也今天还可以的 他心脏病发的也不是很严重的 或者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欠去就是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清教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而上师事故怀忙 心情不假之事 万万不可这个盲从去打扰 就是如果那个上师这个也特别特别的忙的时候呢 你在旁边说的时候 都是也许那个上师都是没有给你好好的答应 但是你回去以后的是 为什么今天上师都是没有给我 这一点都是不忠实 这个上师真的很坏啊 或者呢就是上师心情不佳的时候呢 你去看的话也没有什么就是我前往前往不要去这个打扰 就像是小毛举与这个小狗子对对待他的母亲那样啊 就是应该这个弟子呢就是要亲近上师的话呢 就像这个小毛和小狗呢就是对待他的母亲一样 这个你们可能都知道吧 不知道的话呢我还是可以讲一讲 就是小小毛对那个他的母亲怎么对待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 猫呢一般在草原上这个吃草的时候 如果他的那个母猫呢 就是在外面这个吃的饱和水也是喝好了 然后这个呃吃饱和水以后呢就是他就心情特别快乐的时候呢 那个小毛就马上就发觉到啊这个 呃然后呢就是他马上到那里去这个这个这个吸引 就是他的这个母来 哎就这样呢 如果他觉得是他那个母猫真在吃草啊 或者喝水啊 这时候是那个小毛呢根本不接近他 就是他非常聪明的 那个小毛呢就是当然有一种说法 小毛的这个比一般这个有些小人还这个聪明 就是小孩子的话呢不太很聪明 就是小毛呢就是特别聪明 就是他看母亲的这个心情好不好呢 就是马上去能观察得出来 然后那个小哥也是这样的 小哥也是如果他那个母亲呢就是好像那个没有什么事情啊 或者是就是已经这个很好的就是睡在那里的时候呢 就是那些小哥们呢就是都马上到那个母猫那里去就是 就是开始吸他的木来 如果啊觉得他正在忙啊或者是他正在摇人的时候 他根本不接近 而且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他就很害怕这远远的地方都是就是乖乖的看着就是 就好像就是那个小哥的话呢就是比人还这个聪明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呃有些人的话呢就是 根本不观察这个上师的心情 就是随随便便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上师 为什么是不能亲近呢 这样也不对 对自己也不一定就是有理的意思 就是在威德上师的开许之前 自己呃不管三七二十也大要倒拜的 呃然后来到了上师面前 有根本不知巧此刻上师 呃是师父心情很好 倘若正巧上上师心情不好 那么就会导致对上师不仅具饶乱上师的心 这两种极其严重的过失 呃如果上师这个也没有根本没有观察 你随随便便去这个打扰的话呢 就是如果遇上了上师心情不好啊 就是今天什么出现一件事情呢 就是上师正在这个呃发脾气啊 就心里很不好的话呢 就是当时你在旁边呢就是也说一些话 就是然后呢就是上师更加不高兴 就马上开始哭起来了 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过失很大的 就是一方面你对这个上师不恭敬的过失 也已经出现了 还有对这个扰乱上师的心呢 就是这种过失也这个出现了 因此呢就是首先都是在门门外面 就是好好地看一看 你老人家今天心情好不好啊 如果好的话有一件事情 所以说如果不太好的话没事 你忙着你吧 好你好好保养身体啊 你好好保养身体啊 你好好保管身体啊 什么这样说一些好话就是 可以因此 苏现应当上师的舍者前文 可不可以搬去见 上上师面前文看今天怎么样了 上师是不是心情很好啊 你看一看那窗户里面悄悄地看一下 了解上师心情好不好的情况就是 也许是舍者也不一定了解就是 嗯 在以今见上师尊用 必如意报还难 还难得心态来这个见 就见上师的时候也不能对待一半的这个人呢 然而就是见到这个如意报那样 就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心情来就拜见 对上师毫无呆满自行 谦虚精神 毕恭毕敬 如此可得到广大的功德 就是这样的这种心情你去见的话呢 有得到很大的利益 所以说到上师前面是 先适着去侵蚀上师 呃 活准和可以欠去 这一点极为重要的 赵克仁波切可能他的弟子比较多 天天绕乱他啊 就是他可能心脏也不好 有时候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就是邪导他自己的这个情况 还是是别人 实际上真的也是是这样的 一致上师的过程当中 尤其一点都是不知道 不知道的时候呢 你随随便便这样去的话 是这是肯定不合理的了 可是有些人呢 就是现在又开始骂敌人了 就是他这里面就是做别人的过程 还是就也可以说是批评别人的 比较多的 可是有些人 呃 就是可是有些人呢 对此却不为已然呢 他们说我们既然已经一致上师 所以随意到上师跟前 这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不可以随损去见呢 那么一致上师有什么用呢 就有些人是就这样讲 我不是这个 我也是上师的弟子 你也是上师的弟子 那么那个我们一致上师的话呢 连上师见的不能见的话 那有什么用呢 就肯定不行的 我也去见 这说明他摇隔不动 一致上师的方法 就这一点就真的很愚笨 那我们在中央华院的时候 有一个人 本来上师拜见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但是呢 他说必须要见 就是不得 然后他就把所有下面的这个师者呢 就是都都不管什么的 就冲进去了 就是结果 十几个人就把他拉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都说是你连一连一之善之士的 就是道理都不懂 然后他也说我们 我们也这个说他 反正就是在在那里就是 边论吧 就是边论半天 就是结果也不是什么 这个精神有问题的 有些精神有问题的人 都是经常就是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 但是精神没有问题的人呢 就是有些不懂这些道理 就是认为是好像很简单的 例如世间上的那些官员 所属的百姓们也没有说 因为他是场馆 所以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见 就是没有这样 世间上的一些大领导 和大官员面前也是并不容易 就不要说过往 就一般的领导也是这样的 而随便随便欠去见 那么对于法主法王如意报办 苗法圆权的这个上师 怀有不谨之心 口出费力之责 不管上师开不开许都要去见 然后呢 就是禁止而入 就是禁止而入 这是对上师最大的不恭敬 因此这一点呢 就是以后我们在座的人 也是不管是见哪一位上师呢 应该是你的这个行为呢 最好不要这个 绕乱这位上师的这个信吧 就是这一点一定要重要 不然的话呢 就是你这个上师 都是根本不开许的时候来啊 或者是上师这个实者面前也不恭敬啊 有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上师呢 就是看作一半的这个道友啊 或者一半的这个世间的这种好友 就是这样来对待 就是这一点呢 自卑光在那个冤词当中也 已经严厉的这个签字了啊 所以很多行为呢 呃应该这个尽量如法吧 呃就这里是这样的 如实上师对这个 这样做的话呢 就是对上师的是很不恭敬的 再说 就算是要去拜见 要去拜访世间的大官员 大人物们 也呃 不能呃 乱了放存 而必须受限通过他的下属 呃一次呃应见 呃 否则的话呢 就是不可能这个见到的 这一点大家都是实践的 就是不要说是实践的就是 就是最大的那些增长啊 什么这个 啊身为书记啊 因为实践的一些这个这个 这个先为书记啊 你要拜见的话呢 你首先就是问这个下属的什么秘书啊 就是牛客我可不可以见我可不可以有一个事件 我有点事情要照他 就是可以这样 因为实践的一个大官员见的话呢 也必须要这个经过一定的这种 呃这个 或者是要其他的这个途径才能见得到 并不是你直接就是创上去的话是不行的 对于上师 既然不能像实践人对待大官员 大人物那样这个尊重尽莹 那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恭敬的态度呢 就这是 就确实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这个对实践的这个官员 那样的这个态度都没有的话 你对上师面前是怎么样的这个恭敬 当时呢 就是真实三杰道士 就是那么见到 见他呢 就是不应该怎么这个 呃就是下看 所以这些呢 我们实际生活当中 还是经常引用的事情 自己就是 私下认为拜见上师是天经地义 利所当然的事情 自己认为是 或者这是天经地义 利所当然的事情 来这样对待 于是至高其养的自如其类 这种草税行动 恰恰讲 我有将上师思维正佛的清净观之内相 暴露无异 就是这个呢 就是就是 恰恰就是我们就可以说明出 这个人呢 对上师呢 就是不要说是佛一代的 就是连世间的一个张观 那样的对待都是没有的 这样的这个内观的这个相呢 已经这个暴露无异了 就已经这个出现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 就是不要把这个上师就是看作一半的这种心态呢 不要这个暴露无异 今天讲到这里就可以了